警方拉起黄色警戒线 几具遗体倒卧在草丛中 这里是距离萨尔瓦多首都 78公里远的小村庄 在4月7日 发生12人丧命的暴力事件 5名邦派分子被发现 遭处决身亡 同时在与警方激烈冲突中 有2名邦派分子丧命 此外在4月5日 有20人被杀 包含2名警察和3名青少年 官方估计 单单只是4月的第一周 全国就有超过30人 因为暴力事件死亡 4月也成为萨尔瓦多五年内 最多暴力死亡事件的月份之一 从重封锁线 这里是警察被杀害的案发现场 萨尔瓦多邦派分子 对安全警务部门的攻击事件 持续增加 单单在3月 警方就已经发布 追击481名在案的杀人犯 根据官方统计 2015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9位警察殉职 而2014年的殉职警察人数 则是39人 全副武装 荷枪实弹的警察 在命案现场进行搜证 也严防邦派分子 再度挑起冲突 严重的邦派暴力问题 不断在萨尔瓦多国内重演 即便在2012年3月 马拉萨法处查邦 和18街邦两大邦派之间 暂时停战 曾让每天暴力死亡平均人数 从14人降到5人 但2013年底 邦派攻击警方 和其他敌对邦派的行动 却越演越烈 到了2015年年初 每天有超过14人 命丧暴力事件之下 如何让人民可以平静生活 停止暴力冲突 对国家秩序的扰动 是萨尔瓦多政府严峻的挑战 记者 母盖 都记 丁波红 编译